结果在插座内发现了一个隐藏的摄影装置 这一发现让其他住客深感不安 担忧自己的隐私可能已经被偷拍 警方到场后 发现这个装置的记忆卡接近存储上线 初步估计拍摄时间可能长达数小时 近日 高雄市佐营区的一家知名汽车旅馆 发生了一起针孔摄影事件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一名女住客在房间内使用手电筒检查时 又来发现插座内隐藏着针孔摄影机 她立即通知旅馆管理方 随后工作人员拆开插座 发现内部除了针孔摄影机外 还藏有一块64GB的记忆卡和主机板 由于记忆卡被加密 警方目前无法确定受害者的数量 案件以交由刑事大队进行深入调查 这一事件发生于11日晚上7点多 当时这名女客在进入房间后 谨慎地用手电筒检查房间四周 当她照射插座时 发现了异常的反光 便立刻请求旅馆人员前来检查 结果在插座内发现了一个隐藏的摄影装置 这一发现让其他住客深感不安 担忧自己的隐私可能已经被偷拍 警方到场后 发现这个装置的记忆卡接近存储上线 初步估计拍摄时间可能长达数小时 目前 警方正在进行记忆卡的解密工作 以确定具体的拍摄内容 和可能的受害范围 旅馆业者得知此事后 迅速声明对房间内安装针孔摄影机 意识毫不知情 并立即宣布暂停一夜一天 进行全面的内部检查 然而 当媒体试图进一步了解事件情况时 旅馆方警表示主管不在 并未提供更多详细资讯 这家汽车旅馆 以其情侣友好的设施和高品质服务文明 被视为左营区内的理想住宿选择 旅馆的广告强调其设有多种按摩寓词 并强调情侣特别喜欢这个位置 其处速体验评价高达8.1分 警方提醒公众 非法安装针孔摄影装置偷拍他人 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 可能触犯刑法第315到1条防害秘密罪 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获30万元以下罚金 警方强调不以申视法 否则将面临法律的严厉惩罚 大家对这种行为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Win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房门上并没有锁 取而代之的四处带 随后用柜台台提供的剪刀剪断后 进入房间映入眼镜的景象 也让他吓了一大跳 房内仅有一张床害一台微小的电视机 墙壁斑驳成就 呈现黄黄的色调 日本黄金座期间 许多旅游热点的饭店价格水涨船高 不少游客为求省钱而选择更便宜的旅馆 近日 一名网友在推特上分享了 他在日本并酷线的一间廉价旅馆的经人经历 让其他网友都感到相当震惊 这间旅馆的房价每晚只需日币1100元 约薪台币230元 对于想要省钱的旅客来说 似乎是非常优惠的选择 然而 当这名网友看到房门先震惊了 房门上并没有锁 取而代之的是束带 随后用柜台台提供了剪刀剪断后 进入房间映入眼人的景象 也让他吓了一大跳 房内仅有一张床害一台微小的电视机 墙壁斑驳成就 呈现黄黄的色调 就连床铺上的床垫和枕头 也看起来灰灰黑黑的 更令人不安的是 当网友前往公共浴室时 地板布满了四年的污垢和美菌 非常令人不适 网友表示 只好在床上铺上塑胶袋才能勉强入睡 虽然最后已有无事发生 但是隔壁房客的噪音 却让他不得不在第二天一早就退房 此次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纷纷表示难以相信会有如此恶劣的住宿环境 有人质疑 难道是因为饭店价格太高 不时游客选择这种廉价旅馆吗 也有人担心 这可能只是冰山翼角 还有更多游客遭遇同样的经历 业界人士表示 黄金周期间 许多热门旅游景点的饭店房价 确实有大幅上涨的情况 使得一些旅客被迫选择价格较低 但条件较差的旅馆 然而 他们同时强调 消费者在选择住宿时 仍然应该慎重评估 不能为了省钱而牺牲住宿品质 令人担忧的是 如果这类低价廉价旅馆的肮脏环境持续蔓延 不仅会影响游客的旅游体验 也可能对当地的旅游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业界呼吁 相关单位应该加强对此类旅馆的监管 确保消费者的住宿品质和卫生安全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 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领导 尽管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价格 如平日双人房没完结要新台币1200元 下午3点后甚至有更优惠的玩鸟价 但这些仍然无法吸引旅客 在详细调查后 发现许多非法民宿以更低的价格吸引客源 这些民宿不受消防 保险及税务等法规限制 国内民宿市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法规的束缚与非法民宿的仓决成为双重夹击 让合法业者苦不堪言 一名宜然民宿业者近日于网络平台上发文 以1200元的低价提供双人房 却仍然门可罗雀 揭入了宜然甚至全台民宿业的潜在困境 该名业者指出疫情过后的宜然 民宿优务大不如前 尽管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价格 如平日双人房没完减要新台币1200元 下午3点后甚至有更优惠的玩鸟价 但这些仍然无法吸引旅客 在详细调查后 发现许多非法民宿以更低的价格吸引客源 这些民宿不受消防 保险及税务等法规限制 使得合法经营者处于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 作为业者透露 即便他去检举这些非法经营的民宿 问题依然无法得到解决 由于非法民宿众多 且及时被检举停业后 只需稍作名称变更变人重新开业 令人感到无力于沮丧 他在贴文中文类表示 有时我都疑惑为什么要守法 不守法好像比较容易生存 对于该民宿业者的遭遇 网络上的回应两极 一些网友表示同情 认为这是所有县市共同面对的问题 非法住宿的取地不利 加上恶性价格竞争 使得国内旅游业越来越难以为继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 民宿业者应该注重特色与服务 提升吸引力 而非单纯抱怨价格竞争 还有网友指出 民宿业者可能在价值提高的价格 故在平日缺乏客源也是情有可原 依然民宿业者的经历 反映出台湾民宿产业面临的普遍问题 从政府到业者都需要共同努力 不仅要加强对非法民宿的取地 也因鼓励业者提升服务品质 创造差异化 以避免仅仅依靠价格竞争 对此交通部长王国才表示 如果黎峰赚到钱 尖峰还这么贵 我就骂他们 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 国民党立委李燕秀则指出 国旅高价格的问题 更源于三大问题 在台湾 国内旅游国旅的高昂价格 一直是热门讨论话题 近期 针对国旅高房价的问题 各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解决方案 从多个角度探讨 国旅高价格的成因 民众的反应 以及政府的应对措施 首先 台湾观光区 在周末的旅游价格 高达一碗破万元台币 这使得许多民众认为 相比之下 出国旅游更具价值 对此交通部长王国才表示 如果黎峰赚到钱 尖峰还这么贵 我就骂他们 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 国民党立委李燕秀则指出 国旅高价格的问题 更源于三大问题 旅游业者的价格设定 政府的监管不利 以及旅游市场的供需失衡 在民众反应方面 许多人对于国旅假日的高价格感到不满 透过街访和社群媒体的讨论 可以看出民众对于国旅价格的普遍不满 许多人表示宁愿选择出国旅游 此外有关国旅的热门话题也反映了 民众对于国内旅游市场的关注和期待 对于国旅高价格的问题 王国才部长提出了几项应对措施 他表示 目前国内旅宿业在周五至周日的住宿高峰期房价过高 而平日则相对便宜 这样的价格悬殊主要是因为 业者需要利用尖峰期的收入来补贴平日的营运 王国才进一步指出 如果国际旅客来台的人数 能够回到1200万人次的水准 填补旅宿业平日住宿的离风 就有理由要求业者降价 他透露 今年有望看到房价的调降 并强调如果价格没有下降 他将会亲自出面批评那些业者 此外 政府也推出了国旅补助等措施 旨在鼓励民众选择国内旅游 并尝试通过补助来缓解高价格问题 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内旅游的吸引力 但民众和专家普遍认为 要彻底解决国旅高价格的问题 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措施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